大家好,我是屎嫩,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咱们掌心包的一个防护方式 咱们首先把边呢,按着咱们的粉的十字形的那个袖标把它折起吧 然后把对角咱们对起整了,一定要这个地方对起了 之后从里边把线埋一下起针 我们这个地方呢,一定要就是把它这个角对起了 对起了之后找它十字形,就是咱们这个袖部的一个针眼 针眼就是从这边到那边把它线,就是绕过去 咱们不要直着对两个针眼,而是斜着,就是用左 第一,咱们左边这个,前边这个针眼对后边的一个针眼 这样呢,每次都是斜着一直往过去 每一针都是这样的做法 所以大家这个呢,主要是说针眼,每次的针眼都是前边往后边斜着过去 一直把咱们的四个边全部这样的分合起来就可以 缝合到咱们差不多就是,还有一定程度的时候,咱们留一个小口 到最后咱们是要用来装棉哦,装的咱们的就是珍珠棉的 对,我们在这个小口里把我们所需要的珍珠棉全部塞进去 之后我们把口再做一下缝合 缝合的过程中,咱们在拐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把这个缝的牢一点点 因为这个拐角呢,就是它的布比较厚,它是咱们就是拐角折了很多层的一个地方 所以咱们坟的时候要多坟两张,这样呢,保证它的一个牢固度 这样就差不多了,咱们把它底下从这样收一下线 这样我们的小的一个掌心包就缝合好了,大家看是不是挺好看啊 感谢你们的牢固度很漂亮 我们看一下这些 NaSho 喜欢我们在我们的关系里面 就行吧,我们是不是灰的一个牢固度 就行吧,你会为自己的牢固度很深刻 啊,我们就是我们的牢固度很深刻 我们是我们的牢固度很深刻